Hello 各位DSE 考生大家好 我叫Daniel 我當年就是考2016年的DSE 當年考得比較好的成績就是通識科 有五星星 最後Best 5就有29分 現在在中文大學讀新聞與傳播學系的E4 通識有六大重點核心單元 當中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和個人成長 是基本上每年必出的二本單元 大家要溫多些 要留意一點就是 考評局過往出題目 都會出一些恆常的議題 例如說房屋、醫療、中國沙漠問題等等 這些貨文已經提過的內容 相比起一些時事的議題 多數都是用來做引子 就不會真的考個別對時事的認識有很多 我覺得在通識的溫書技巧上面 其實都不離開一個思維 就是如何將一件事說得明白 例如我要說蘋果是對人體健康 很多時普遍的考生都會說 蘋果裏面 舉例 裏面有維他命 所以對人體健康 很多時我們這個時候 就會被馬卡華說我們的論證不嚴密 問題出自在哪裡 就是維他命到底有什麼用 我們很多時都會假定了 考生或者其他人會明白 我們自己在說什麼 已經他們是知道所有事情 但事實上我們不可以 我們應該要逐步這樣說 因為蘋果裏面的維他命 對人體某些身體機能上面是有益的 所以對人體健康 這樣逐步逐步說得明白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溫書 就要知道自己究竟想到哪裡 寫到哪裡 我個人來說 在做過程度上 就會用很短的時間 只想三五個項目 還有他會做的一些推論 論證的方向 當我短時間想完之後 我就會對回答案 看看和自己想像中的東西 有沒有出入 有沒有什麼錯漏 去到現在我入到大學之後 就接觸多了很多不同的興趣 其中一樣就是跳舞 因為跳舞不單止出一身學 更加重要就是 你會接觸到和跳舞的舞種有關的文化 和同一個群體的生活 如何去相處 去一起享受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 對於大部分的考生都是 千萬不要被學業均輸麻木了 也要對身邊的東西充滿好奇心 公開試是每個中學生必經的考驗 我那時其實都只不過是一個 Band II的學校出身 沒有對於讀大學有什麼期盼 有什麼願望 幻想 但是最重要都是不想讓自己後悔 很多人都說考完DSE 個人會變了少許 至於會變成怎樣 就要看理想變成怎樣